《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雄,人面子今何处去,桃花依舊笑春风》 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吹护的游城南诗 传说有一日吹护一个人在城南举举独行,欣赏沿途的风景 初春三月,正是吹面不寒阳柳风的时节 城南户户人家门前都栽植桃花,炸焰烟红,燦烂夺木,令人目不下级 吹护走过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门前桃花特别多 他见到一位少女向他微笑,点头,打个招呼 少女温怨的笑验和艳丽的桃花互相辉映,深深地令他难以忘记 所以他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雄 但是过了一年,吹护重游旧地,经过同一户人家 这位少女的微笑,虽然还迎回在他的脑中 但是人已经不知去向,他亦不便打探 所以他说,人面指甘何处去? 一切的境密,虽然依旧存在,但人面已秒言绝绩 佛经说,人生无常,一切法,离因缘禍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 人生如逆旅,如雪泥红爪 今天桃花依旧,人面全非的境况 引起吹护有无限的感慨 人虽然不知何去 但是桃树上一朵朵明丽的花饭 在和暖春风的吹忽之中 好像散发出和去年一样如此燕然的微笑 所以他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宋朝末年,芙蓉杜佳禅诗 作作了一首禅意甚龙的七言诗 亦都是用桃花依旧笑春风为美句的 一发缘无万发空,个宗那许误元通 将为少林消息断,桃花依旧笑春风 他的意思是说,无一件事物不是虚幻存在的 既然虚幻,个宗那许误元通 还哪里有对象,好比我们去参禅开悟呢? 将为少林消息断 有很多人担心少林达摩祖师的心法会失存 但是真理随时随地都存在 有什么好存,有什么好失呢? 就好像每年,桃花一样依旧,这么灿烂 在春风之中微笑一样 等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